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还未贸易磨擦日益加剧 我所从事的跨境健康食品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 有危机就会有生机 在分会的关心和会友的支持下 一年后我的行业成功变更了 新年来我们见证了荣荣 在健康行业的专注和专业 刚好我的一个嘉宾 她是全球首个黑科技能量养生窝的生产厂家 这一套寻找有营养健康产学员经验的合作伙伴 于是我将荣荣介绍了给她 荣荣是营姓分会的创会会员 她加入了营姓已经三年多了 她不单是我们的六张会员 还是2019年度广佛区红绿灯年度十大优秀会员 作为分会副主席对于优质的会员 未来我们希望她与BNI继续同行 转行业后我曾经都很担心 一切是不是又要重头再来 不过因为在BNI 我不需要重新去建立一群人的信誉和信任 加上有了BNI的BOD嘉宾开放人 和跨分会的线上对接 能够有效地帮助我 更高更快地进入新赛道 结果在短暖的三个月 南海赢成120人的分会 有超过三分一的会友支持了我的生意 而外部引致更陆续而来 有人说人生的奔跑不再负于瞬间的爆发 而是取缺于途中的坚持 感谢BNI在我坚持的路上 陪我一起向未来 BNI改变世界营商户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